大家好,又是我Coco姑娘 歡迎大家來到Intimate Video Session 今天有一個Yan的舊同事來找Yan 究竟他們做些什麼呢? Yan姐,很久沒見過,想說些什麼? 沒有,我回家,我去幫忙 為何又會去做訪問呢? 很巧合,有一個朋友在訪問 有一個人想請我 我自己找了這麼多人 不如去嘗試,再找班 找了幾個人 對呀,Yan姐,跟你相識了也是一段歧史 其實你外表很年輕 不知道你踏入了這個金銀圈嗎? 已經跟著了,不過樣子比較年輕 其實已經一百年幾天了 今年期都很煩躁 有時臉突然很紅很紅 一不開心,這樣形成自己很醜 除了心情之外 你會不會有什麼絲密處的地方轉變? 有的,會很乾 又會好像癢癢癢癢癢 沒有辦法,就是年紀的問題 唯有呢,有時都吃一下外面的產品 讓你看有沒有幫助 不過都是沒什麼作用的 平姐,你又不用那麼熟 以前呢,沒什麼方法 就可能用一些KY Jelly 但現在呢,科技都很鮮進的新月季 其實都多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處理 那你有沒有聽過三音機? 它是專門針對我們絲密處的事物 不過三音機都分很多種類 因為很多患者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絲密處問題 例如一些肝癢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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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很痛 會不會發不出膏 萍姐這件事你可放心 因為私密治療是沒有創傷性的 所以也不會有健康 不會痛 也不會影響你回家 或小朋友的問題 不過當然 幫忙的安排 見到醫生先 評估你的情況 再由醫生去分析 你究竟私密治療 只要你說過程的情況 其實都舒服的 基本上更舒服 比你做副部警察 想不到萍姐 真的開始做intimage的私密治療 不知道她做了四次之後 效果是怎樣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 你們記得繼續留意 我們intimage的review session